这绝对令人难以自信 美国一直试图让制造业回归 为此投下巨资 吸引台积电到亚利桑那州办厂 美国媒体却一片唱衰 称该工厂存在安全问题 造不到足够的工人 还有文化差异造成了高强度工作节奏 以及各种业务等等 给人一种错觉 觉得台积电的投资可能要打水漂 美国可以设计出世界上最尖端的芯片 但美国工人绝对造不出来 我自己都被蒙蔽了 因为目前全球的芯片 90%以上都是台湾韩国和大陆在生产 就觉得只有东亚特有的文化和工人的赤苦耐劳 才能戳出关系人类未来发展的高端芯片 简中网上也是一片嘲讽啊 专家们也借此收购了不少流量 没想到这可能真的是文化差异 美国人除了红脖子 果然大多数都不说自己的好 只是不断的批评找问题 反而能推动事情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近日台积电凤凰城工厂传来消息 通过调整运营和与工会达成协议 逐步适应了美国环境之后 该工厂在试生产中 芯片良品率竟然超过了台湾本土工厂4个百分点 有人可能对4个百分点没有什么概念 不以为然 数字良品率是芯片生产最关键的指标之一 直接关系到整个生产的利润率 比如一片晶圆可以生产100个芯片 台积电目前3纳米工艺良品率可以达到60%到80% 增加4个百分点就可以多生产4个芯片 将大幅提高利润水平 三星之所以竞争不过台积电 就是因为它良品率始终不及台积电 目前3纳米的良品率大致在50%到70%之间 而在2纳米式生产上台积电预计2025年量产量品率将超过80% 而三星目前只有10%到20%量产计划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凤凰城工厂是按最先进的芯片工艺建造的 这意味着它未来将可能成为效率最高的尖端芯片生产基地之一 台积电和美国的这步棋看来是走对了 不仅推动了制造业的回流 也让美国在全球芯片产业链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